啊 那接下来就是王彦平呢 下这个月就就不是下个月十月份就要判决了 那么我想请新诺先生介绍一下王彦平大致的刑期 呃 王彦平呢就大概是十月二十一号还是二十九号 好像是二十一 知道吗 不是 具体日期忘了 你说二十一有点 不重要 就是那么有的人说你新诺会不会去 我不能去 因为这个娘们呢 他现在还在告我 你说呢 他现在还在告我 他请了个律师告我 就以前就是他诬告我的时候呢 这个案子拖了他们的五六年 后来我的律师说算了 算了 算了 跟他就让他撤 开始他们同意 后来那个律师就 他们的律师全辞责了以后 阿勒米西奥同意的 阿勒米西奥同意啊 但阿勒米西奥就辞责了嘛 他听说他要被同案犯 他辞责了以后 后来 王彦平又找了个律师 找了律师要再给我继续干 继续干的话 那么这个变成了就是我跟他自己有诉讼关系 另外他有个禁止的那我就不能看他 我就看他以后 他就万一又报个警 那么就麻烦了 所以王彦平的判决那天 我不能够入到法庭 我知道法庭外面可以的 因为麻烦 就这种人就实际上都是 我不知道是吃死的还是吃饭的 你讲是在牢里你还能折腾什么 你还能折腾什么东西 那咱不说这个东西 他的刑期呢 他是两项罪 而且他两项罪呢 检察会说的清清楚楚 他由于认罪重新 两项罪 最高一项罪不能超过五年 两项罪合并十年 最多十年 那么最近我问过我们的律师 他说 我问说律师 这个王彦平这个两项罪如果说要判的话 你认为大概多少年可以 但是第一 金额巨大 金额巨大的话 应该说要判八年以上 甚至满十年都有可能的 因为太大 金额太大 但是王彦平是触犯 他不是触犯的情况下 原则上可以减半 原则上可以减半多少年呢 四年 也就王彦平四到五年 这个跟机密预估的差不多 对 四到五年的 也就是这个范围之内 他不会太高 那么王彦平问题是 他里面有一个问题 他就答应赔偿14亿美金 所以14亿美金如果你拿不出来 或者你是编造一个假的情况的话 我估计这个是要打文号的 那么我又请问了另外一个高盛涵 也就是海洋店老板 他是专门研究法律 我就问他 我说王彦平如果他交不出14亿美金 会不会加刑 他说不可能 加刑的可能性是没有的 那你说 那你怎么弄呢 他说如果你14亿你拿不出来 那就满个判 但是你加刑可能没有 他说美国政府会不会拿不到14亿 他说可能性很大 就拿不到了 那怎么办 这就是司法 美国司法就是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目前上不得结果 那么综合情况看 我个人认为 王彦平大概在五年左右的可能性比较大 那么五年的话 他已经坐了牢了 几年了 扣除的话 他在牢里面顶多顶多 待上三年 他就出来了 但是问题是出了三年以后 他出门 出门的刚卖第一步 旁边就停了一辆车 移民局的 移民局的警察就停了 移民局上去马上手靠一靠 马上就拉到移民监狱 叫移民监狱 知道吗 送到移民监狱就关起来 这个跟持枪挺国一样 持枪挺国也是回去还没有一天 第二天就抓走了 移民监狱问题是移民监狱一般的情况下 就是你从法律庭接回来以后 在里面过一个晚上就放了 一般的情况下就放了 因为为什么 只要你不是那种暴力犯罪 一般都放掉 但王彦平有个不好的地方呢 就是王彦平的案子 他世界的心恶太大 真是太大 而且呢 他这个是一个RICO案子 所以如果你把提前办放出来以后 有可能对检方可能有些 因为三年有可能里面有些追踪啊 还没完成的话 还会有影响 所以他可能就不放 有就不放 所以王彦平如果案最亲五年出来 五年的案子的话 那么有可能出来以后就移民监狱 一直要呆到送大陆为止 所以他的苦头是在后面 而不是在联邦监狱 联邦监狱也就吃不了几点苦 但最终还是在移民局上吃苦的 大概的情况就这样 那这个放出来也不是什么好果子呀 完了以后就直接遣返了啊 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 直接遣返回中国原籍了 对不对 对 直接就回去了 这个你说他回中国是不是也会被关起来 因为他搞灭共 你觉得这个抓起来的可能性有多大 他回去到问题不是太大 因为第一呢 他只要把责任推给郭文贵的话 他就变成一个受害人了 另外一个 他在国内他没有案底 没有 他国内没有案底 所以他可能在回去以后 有一个什么小小的罪名把他起诉以后 登上一两年就有放了 他是有可能能够重新踏上社会的 但是他由于的家庭破裂 一些被叛自己的家庭 他可能就遇到了很多的问题 再加上那一段网上传的那一堆烂射的话 对他的个人信用都有问题 所以王英明出来以后他的并不好过 因为他的那个七哥的话 也没给他留下多少资产 曼哈顿那个房子肯定没收的 那么个人保险箱里还有13万美金 那肯定没收了 也没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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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13部手机那也没收了 对吧 所以对于他来说 没有什么 他的结果不会太好 不会太好 回到中国多数是隐性埋名啊 在那个夜滩上面卖鸡蛋饼了 那没有没办法了呀 谋生的呀 这个这个跟着骗子就混到这一步了啊 哎呀到那个到到那个资博啊 去搞那个烧烤啊 估计也也能混混 嗯 那么西多先生 你还有一些哪一些这个就是有关 他跟喜国有关的内容需要补充一下呢 嗯 嗯 喜国的注意啊 大家注意 常岛的盖特被被封了 这个大家知道不知道 嗯 盖特被封 哎呀呀呀 哎呀 就意味着 嗯 就意味着 嗯 常岛与爆料革命已经没有关系了 对不对 被彻底 开除出这个爆料革命了 哎 这就是 目前就是说常岛的问题 那么 那么 常岛现在 何取何从呢 嗯 常岛现在 现在的问题 常岛现在 是回大陆呢 还是继续这么一样混 我认为目前暂时回大陆肯定没有 但是他的 但是他的老婆啊 我听 因为他的老婆 有 我在法拉圣有些认识的人 他的老婆 是劝他回国 劝常岛回国 就是说你跟着郭文贵 他老婆已经醒了 他就跟他们的朋友讲 就是说你回国以后 再做一些那个交代 或者是认一些罪的话 嗯 因为他在大陆也没有犯官 也可能 就不会太大的问题 然后就重新再起 那么常岛为什么说犹豫不断呢 因为第一 他在 他虽然在郭文贵 那个案子里面 他挣到钱 但是他又为郭文贵付出了很多 那包括他的投资也没拿回来 因为他后来他要让大家投的话 他也在投啊 所以他的钱也没拿回来 没拿回来之前 现在又被开除了以后 他问谁要呢 所以他现在还面临到一个 他的个人资产的一个追讨的问题 那么这使得他不一定马上能够 就是回到大陆 因为他的房子还在 他长大的房子还在 他的房子现在价值是132万 你是说他在纽约的那个房子是吧 纽约长岛的房子132万 所以他的房子要处理 长岛的现在是可以这么说吧 他出来到最后砸锅是一定的 因为实际上他已经没有路了 回到蚂蚁班的可能性没有 回到蚂蚁班没有 他唯一的想办法能够争取 所以要跟柬方要达成某一种协议 那是最好的结果 但是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也比较小